柯文哲花了4300萬 買下這棟大樓 其中一戶當成BAN公式 不過現在目前還有租賃合約 因此外界也質疑柯文哲想當包租公 放眼望去柯主席的一分鐘生活圈 輕鬆達成 前一天被爆出大手筆買商辦 現在租客身份也被棋地 民進黨議員曝光租賃契約 合約1993年 明年4月到期 民眾黨表示 依照買賣不破租賃原則 但也被質疑柯文哲此舉 常有謀逆 房仲業都知道 如果買房子要自用 他會希望那是一個空屋 如果是要投資 就希望找到那種 已經在成租中的 尤其已經租十幾年這種最好 我就是也不用再去找房客了 我買了房子就開始收租金 議員更質疑 這一間由前立委羅浮助助理 魏俊傑開的先發新業公司 當中股東李天朵 曾漢金華城申請容易30% 關鍵人物的威京集團老闆 沈慶金與鼎月開發前董事長 喝酒同歡 香糖勝歡的時候 還一起高歌 高歌完了以後 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就在議會火速的通過了 柯文哲買了房子的 這個陳租人的股東 還是跟沈慶金有關 檢調應該要針對柯文哲的 這個金流的部分查清楚 主席租商辦當包租公嗎 柯家人看房買房爭議 延銷到買商辦 也被連結和金華城有關係 而曝光地點全圍繞在立法院周邊 往後四叉貓開栓 是要打造200公尺舒適生活圈 畢竟立院周邊房價 柯文哲的身材有道 也讓外界充滿好奇 柯文哲智庫基金會 以及木可公關公司 都設在這棟台坡大樓 柯文哲拍板 民眾黨裝潢黨部也要搬來這裡 但卻被爆出 現在辦公室 疑似是違規裝修時工 台坡三樓內部空間打通 以民眾黨藍綠色系 和原木峰作為裝潢基調 除了櫃台 辦公桌及燈具外 看起來還在整頓 甚至評論員文朗東爆料 柯文哲辦公室 依次沒取得施工許可 打開室內裝修查詢系統 柯辦有申請施工 但建管處未核准 因此市府27號上午派員 前往會堪 依照建築法 95條之一規定 違規施工 最高可儲30萬罰還 限期改善 必要時不排除強拆 對此民眾黨表示 配合會刊 依法辦理 裝修聲量遭職已擾迷 柯文哲過去也屢屢遭鄰居抱怨 一樓屋主表示 媒體天天蹲電 想賣掉房子 還有與柯維林 11年的民眾 爆料他對鄰居苛刻 市長任內住家樓下 20小時有為安 詢問管理費是否可多增加啊 柯文哲冷回 沒收保護費就很好了 就連問起漏水 還被以違章建築 揚言拆除 讓他非常驚恐 柯文哲經流風暴稍不停 解放鄰居也跟著受災 再報違法施工 爭議再加一 蔡碧汝拿出手機 準備秀出網軍攻擊的圖文 一番玩笑話之後蔡碧汝隨即開始解釋 遭到爆料政治獻金的攻擊內容 裡頭他就想到誰 然後怎麼106筆的交通費 那每一筆兩千元合計兩百一十二萬元 蔡碧汝反擊提到競選期間 有一名打工仔連續五個月 每次支領兩千元 一共領取二十一萬兩千塊錢 這是合議洽談的車碼費 並非福報 蔡碧汝向監察院申報的政治獻金 立委選舉交通旅運支出就有五百二十六筆 總金額一百三十五萬多元 分為停車 車資或高鐵客運 另外受矚目的就是申報 人民或誤餐費有三百三十九筆 支出一百一十八萬多元 金額佔比八成七 週刊爆料還提及有同一人立委競選期間 先後在蔡碧汝與廖偉翔 兩個陣營都有支領金額的記錄 這個打工仔他覺得有一段時間 他覺得在市區 會不會對他來講比較方便 這個我覺得我都尊重每個人 我們團隊也是依法合規的去申報 所有的這個費用 都可以公開透明的 受大家的檢驗 民眾黨與柯文哲深陷 假帳門風暴 身為習日幕僚的蔡碧汝 也因為參選立委支出帳目 金額太過整齊遭到關注 柯主席的團隊 三星將軍來三居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 蔡碧汝顧問 他是台中市的有幾職顧問 公務人員還是不能夠堅韌黨職 前一天陳志涵才隔空開唱蔡碧汝 公務人員不能違法兼職 隔天蔡碧汝就被報涉嫌申報假帳 而且早在先前 臉書上就流傳這篇文 提到蔡碧汝做假帳 更列出競選團隊成員 以交通費民意支取的薪水 一切似乎有跡可循 這完全都是想要cover 陳志涵跟這個許甫啊 夫妻黨一個月啊 拿三十萬這麼高的金額 會不會是柯文哲刻意放出來的狼煙 民眾黨女將內鬥加劇 關鍵就在柯文哲政治獻金爭議後 黨內掀起一股簇擁蔡碧汝 回黨中央勢力 蔡碧汝團隊成員在扣印節目 還公開要黃珊珊辭立委 蔡碧汝當副主席處理藍白河 讓黨內護山挺碧汝兩派 角力白熱化 就連蔡碧汝新開設的網路節目也腰斬 聽政壇胡說不如聽我說 大家晚安 我是蔡碧汝 近期有人透過1999市民專線 匿名向台中市府檢舉 質疑蔡碧汝領台中市府薪水 到底做了哪些市政工作 還是只談民眾黨務 對此台中市府人事處長沈德蘭說 依規定公務人員下班 本來就可參加政黨活動 發言也沒損及市府形象 不過蔡碧汝如果繼續主持網路 節目可能涉嫌違反公務人員服務法 傳出蔡碧汝在26號 已經向網路媒體請辭 搞柯文哲要把他搞蔡碧汝 我覺得這時候黃軍 或者是有些黨內的人 我覺得這時候我們都應該要來驚嚇心 柯文哲假仗怡雲還沒釐清 黨內女將公鬥劇 比黨主席還搶戲 三立新聞黃成本讓我們職員小組 台報道 總統賴清德在萬里老家的內裝 首度曝光 包含他曾睡過的和室大通部 以及客廳甚至還有他曾使用過的書房 每當賴清德有煩惱的時候呢 都會來這邊進行沉思寫文章 就職百日這天 賴清德兌現選前承諾 這次將老家改建成礦工生活紀念館 一樓的部分介紹礦工歷史 還有賴清德曾用過的飯廳 廚房 小便斗 二樓則是過去賴清德的起居室 從小看賴清德長大的老礦工 也分享總統的童年生活 爬樹趣聞 場面溫馨 礦工紀念館27號正式啟用開放預約 十月開始每個禮拜五六日 上午10點11點和下午2點3點都有導覽 礦工生活館從一樓 可以參觀到裡面的一些照片 還有一些生活起居 我們每個T是大概十個人 那採取預約制 每個T次名額有限 要搶要快 就職百日賴清德兌現選前諾言信託老家 而近期柯文哲不只假帳風波 新竹農地選前高喊要變賣 也被抓包根本沒動靜 這場更是雜草重生 上任之後他要來做他的這個老家的信託 我想今天他是完全是兌現他的承諾 請柯文哲不要老是拉著別人 就來做墊背 要來做這個轉移風向的焦點 老家信託化解外界質疑 賴清德用實際行動狠狠打臉 柯文哲 三天新聞 江維賢 王毅德 SNG小組 新北報導 進行動 大東 池 大東 大東 и